中心网北京6月29日电,记者宋方蔡,当地时间6月28日,俄罗斯世界杯小组赛48场小组赛全部结束, 32强在过去的15天内捉队厮杀,共打入了122个进球,数字背后,凝聚着736位各国球员的不懈努力和喜怒哀乐,数字背后,也暗藏着进攻最多的德国队,和防守最猛的伊朗队出局的无可奈何。 资料图,世界杯赛场,在48场小组赛中,32强总共打入了122球,而且所有的球队都至少取得了两个进球,平均每场进球为2.5个,这个数字较以往世界杯的平均数字有所减少, 究其主要原因,应该是小组赛前两轮球队比较保守,在三轮比赛中,共有13场比赛踢成1比0,另外法国和丹麦队踢出一场0比0,进球最多的比赛为G组的英格兰和比利时奉赏,其中英格兰6比1大胜巴拿马,比利时则5比2击败突尼斯。 此外,葡萄牙和西班牙战成3比3,俄罗斯5比0横扫沙特,也是总进球数过5的比赛,射门次数最多的是卫冕冠军德国队,他们三场比赛共有67角射门,其中20角射正,24角射偏,还有23角被封堵,德国队还是发起进攻次数最多的球队,三场共有252次进攻,该队的传球数据也十分亮眼。 中场核心科罗斯三场比赛,有310角成功传球,这些数据高居榜首跟德国队的战术有关。 朱教练勒夫讲究传控,但目前传控,战术在本界世界杯上已经被各队摸透,得势不得分,墨西哥和韩国队相继推出了在中后场疯狂围堵,抢劫,在前场快速反击偷袭的对策,使得德国分别以0比1和0比2高负,最终三场只进二球被淘汰出局。 在进攻的效率方面,比利时是最高的球队,他们在三场比赛中打入了9球,七个竞胜球也是各队中最多的。 此外,他们对阵突尼斯双方打入的七球,比赛中双方总共的31角射门,在与巴拿马比赛中的裁判出18张黄牌,都是小组赛之最。 另外,48场小组赛平均每场的传球次数,为757.3角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